古埃及法老王阿蒙霍特普一世 三千五百年历史木乃伊的数位开箱工程 是透过X光 3D电脑断层扫描 以及先进的电脑软体程式进行 不用解开绷带 实际碰触遗体 就能揭开法老的样貌 年纪 健康状况 还有那个时代木乃伊的制作与安葬方法 得到了许多新发现 考古学家1881年就在埃及南部的陆克索 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 为了保存面具与外层的花环 一直没有解开它的绷带 如今能用非侵入性的方式窥见内部 也发现里面有大约30个护身符跟一条腰带 底下布满金色的珠子 此外发现这位法老牙齿健康 没有重病迹象 35岁壮年去世 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 古日新闻是会这么便宜